HELLO 歡迎來到今天的科技藥文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跟上我們返校的熱潮了吧 當然不僅僅只有看我們方斜姐的美貌啦 她的故事背景應該是最吸引人的 只是在2017年的返校遊戲一上市 就引起各大平台的討論 PTT、迪卡還有Mobile人員都把它推向神作的等級 我自己是先玩過遊戲再進入戲院觀賞 其實我覺得這個模式是比較推薦的 是因為你可以在電影發展中享受整體故事線 遊戲的品質還有遊戲元素的精緻設計 以及角色的揣摩都是成功的關鍵 不管是透過場景的設計啊 歷史的象徵還有人事物發生的事情 也可以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風氣 製作返校的團店呢 一開始是設計桌機的版本在Steam平台發售 那後續因為好評的關係就推出了Switch還有PS4版本 再來因為電影的關係呢 也上線了iOS以及Android版本 供玩家來遊玩喔 而且品質都是保持 跟Steam版本是一模一樣的 不管是有玩過遊戲的忠實粉絲 還是已經看過電影的影迷們 應該不難發現說有蠻多 就是超當地的台灣風俗民情在裡面 不管是高中的客桌椅以及熟悉的教官室 還有台灣家中一定會有的神桌 其實這也是遊戲本身最主要的一大關鍵之一喔 那返校遊戲呢其實是利用Unity引擎做開發 以2D捲軸方式所呈現 還有我們的ARG效果 那ARG呢是一種另類實境遊戲 是一種將真實故事當作平台為互動式劇情 你可以跟著主角呢一步一步的解鎖劇情 去完成遊戲開發者所給予的任務跟關卡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啊 如果還想了解更多新奇的資訊 就趕快來訂閱我們吧 掰掰 如果當一切沒發生過 不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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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